在相關法規鼓勵與刺激下 全美裝置太陽能發電設備的住宅越來越多 南加州更堪稱全美住宅 參與捷徑能源發電計畫的領航者 究竟這屋頂上一塊塊的太陽能板 可以發揮多大的作用 來看今天的太陽能發電專題 具有充沛日照的加州 在社區環保意識的推波助瀾之下 加上裝設成本降低與法規鼓勵 早已成為全美国太陽能發電的先驅 到明年加州將有四分之一的用電 來自太陽能發電 等到2020年更有三分之一的用電 是來自太陽能 住宅在屋頂上裝置太陽能板的戶數 現在已經超過24萬戶以上 遙遙領先其他各州 一般來講在南加州平均下來 一個太陽能系統的大小 應該是在6.5千瓦 然後一個6.5千瓦的太陽能系統 基本上一個月應該可以發電 發到1000多度電 應該就夠用了 對一個家庭來講 至於系統的穩定性 也早已不是問題 在聯邦與各州相關稅務優惠刺激下 全美裝置太陽能發電設備的住宅數 從2006到2013是以1000%的比例成長 以這家總部設於南加達太陽能公司為例 從2008年原本兩三個人創業 到現今員工總數超過250人 每天更要裝設好幾百組的太陽能板發電設備 可見太陽能產業的蓬勃程度 我們覺得只要你的太陽 你的每個月的電費在80塊到100塊錢以上的 實際上你都適合做太陽能 然後在南加州這個地方 實際上不存在陽光不夠的 因為現在包括在Boston 包括在New Jersey 到處都有人在做太陽能 南加州只能講就說是 它的陽光在全美國來講 應該是最好的 而且太陽能的系統60%到70% 現在都在南加州 如果說加州領先全美 南加州更是了不得 目前全加州裝置太陽能發電設備的住宅數量 洛杉磯縣排名第一 聖地牙哥縣第二 其他依序市河濱縣 與聖伯納迪諾縣和城縣 通通都在南加州 在家庭參與捷徑能源發電的 太陽能發電計畫上 南加州可說是得天獨厚